汉帝的这个建筑的佛寺什么样呢 讲究的是七堂截篮 这个是王府的正门 雍和宫里所有的匾都是最漂亮的匾 两边的狮子 这个是宫的 摁个球让你玩淡去 那边是母的摁个小狮子 这是我儿子 别碰 原色上带您由雍和宫 前面我讲了 到了寺庙除了您真的一心想成佛 那就别瞎拜了 菩萨没空操心你儿子上大学 你结婚这些破事 那么来寺庙大家都来干嘛呢 反正我来 乐趣之一是看建筑 咱们下边就带着大家参观寺庙 雍和宫虽然是藏传佛教的庙宇 但是里边住的都是蒙古僧人 这里边到今天都是蒙古僧人 不是藏僧 不是藏僧 因为他历来是张家糊涂刻图住西地 所以他是蒙古的僧人 今天的住持胡雪峰大师也是蒙古人 辽西的蒙古人 这胡雪峰是他汉名 我也不知道他蒙古名叫啥 上一任加不样图不丹 他就是包头那边的蒙古人 他的祖庭在那边 所以咱们来看 这个雍和宫是藏传佛教的寺庙 但是他因为是用汉帝的王府改建来的 所以他的建筑基本上是汉帝的建筑式样 汉帝的建筑的佛寺什么样呢 讲究的是七堂截篮 或者叫截篮七堂制度 就是汉传佛教的寺庙一定要具备七种建筑 第一塔 塔就是凡语叫苏赌波 苏赌波 汉语就翻译成塔婆 简称就是塔 苏赌波是什么东西呢 一会我们到最里边看那个藏传佛教文物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讲啊 什么叫塔 干什么用的 作用就是盛放舍利 有塔的地方 必然有舍利 所以在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 所有的寺庙都是围绕着塔建起来的 先建一座塔 供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 然后再开始建庙 那么除了塔之外要有金堂金字的金 用来供奉佛像 要有讲堂用来讲经说法 这三个东西 塔金堂讲堂构成了佛的身口意 这三个 然后呢 经格经书的经 格佛经的 然后呢 僧坊所有的僧人住宿的地方 僧人必须群宿 庙里三百个人睡一间屋 至少一百个人睡一间 三百个人睡三间 夜里互相监督 谁也别干坏事 然后呢 食堂三百个人一块吃饭 一块吃饭 在一个一间屋里吃饭 免得你偷偷吃肉 然后呢 最后有一个钟楼 塔金堂 蒋堂 金阁 僧坊 食堂 钟楼 七堂 截篮 后来呢 这个截堂截篮制度啊 逐渐就破坏了 首先呢 这个塔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教 在唐宋时期 在印度基本上就没了 佛教一没 回教 把这个佛教东西都毁了 就没有僧人再往那去求法了 你看宋朝就没有僧人到印度求法去了 唐朝 玄奘 意境都去 宋朝就没了 所以呢 那就也就没有佛舍利再进入中国 没有舍利就没必要再建塔 所以宋以后的寺庙很少有再建塔的了 这个七堂截篮制度的塔就没了 啊就没了 再有一个呢 宋朝以前唐朝的时候寺庙里只有钟楼没有鼓楼 只有官府可以建鼓楼 因为那个时候呢 商品经济不发达 市场上卖的东西都是LV爱马仕 老百姓也不买啊 西象牙西角戴帽黄金 老百姓也不买 所以呢 诺大的长安城 八十平方公里 只有东市西市两个市场啊 在城的靠南的位置 只有这么两个市场 日中为市 太阳升到正中间的时候 开市 那时间也就是现在的十二点多一点 日落必市 那冬天的话四点多就日落了 所以这个市开市的时间 一天只有三个多小时 因为没有人去买东西 所以无所谓 啊 那么一必市叫进阶了 老百姓你上街干嘛 街上也没东西 叫进阶 进阶的时候 城市的鼓楼 打五百响 进阶鼓 啊 他这个频率是 这个频率 五百响 鼓声一听 谁还在马路上溜达 要不拿鞭子抽 要不拿板子 是吧 当官的 没有去KTV夜总会的 所有的宴席都是在家开 韩西在夜宴图都在家 没有KTV和夜总会 当官的都不上街 你老百姓上街干嘛 是吧 只有那巡夜的官人 他有腰牌可以在街上呆着 所以那个时候 鼓楼只能官府有 寺庙里不能有 明白这意思吗 你寺庙里一敲鼓 老百姓以为进阶了 是吧 而且这 当时长安城有多少座寺庙 是吧 都敲鼓 我靠老百姓没晕了 敲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寺庙里是没有这个鼓楼的 没有鼓楼的 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宋朝呢 商品经济普遍深入民间 市场不再限制避世时间 甚至有了通晓不绝的夜市 宵禁就取消了 没有宵禁 鼓楼的作用就是暴食 所以寺庙里也可以有鼓楼 因此宋朝以后再说一个寺庙 七堂截篮制度 指的就是什么呢 山门 中鼓楼 天王殿 这四个了吧 大雄宝殿 藏经阁 祖师殿 这个叫七堂截篮 七堂截篮 所以他的这个 雍和宫就是汉传佛教 七堂截篮具备的一个 庙宇 但是呢 他是拿王府改建的 如果你到了藏地 西藏的寺庙 没有这玩意儿 所以刚才我们进来的 这个地方属于山门 山门 当年王府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门的 这个门一定是影背墙 是影背墙 没有这个门 中鼓楼 这都是后建的 还有这个碑亭 这都是后建的 然后这个是王府的正门 雍和门 相当于其他寺庙的天王殿 两边的狮子 这个是公的 摁个球 让你玩淡去 那边呢 是母的摁个小狮子 我的别碰 这我儿子别碰 这边的公的说 玩淡去 就是 就是你 以后你看这个狮子 公母怎么分 左边男的 右边女的 摁球的是男的 摁小狮子的是女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就是王府的正殿 上面用满汉藏猛 四种文字 写着雍和门 最重要的 因为他现在这儿太熏了 你看他这个扁 雍和宫里所有的扁 都是这个最漂亮的扁 咱们豁出去被熏 到前面看一眼 雍和宫里所有的扁 都是最漂亮的 能跟他媲美的 只有国子健的屁雍 能跟他媲美 九条金龙 看到了吗 九条金龙 特别是当中一条正龙 然后左右八条形龙 八条形龙 只有皇帝的龙袍上 可以有正龙 就是脸朝着你的 这个叫正龙 然后像亲王四团龙 两肩 前后兄四团龙 郑国公就用方形的龙了 方形的龙 龙补了 到郑国将军 那就跟这个武将一样 就是跟一品麒麟补 二品狮子补 三品熊补 四品虎补 就跟那个都一样 所以他这个正龙 是只有皇家才可以用 正龙 是吧 说到龙袍上 龙的讲究 我就忍不住要喷一喷 现在的小年轻们 在身上各种乱七八糟纹身 自以为很酷 但其实犯了大忌讳 怎么个忌讳呢 下一集咱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